大家好 我是美味小姐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美味的酸辣汤 准备豆腐、火腿、金尖菇、木耳、香菇 把香菇切成丝 木耳切丝 豆腐切薄片再切丝 金尖菇切掉尾部再切成两段 火腿肠切细丝 锅里倒入适量的油 油热以后放入葱花炒香 倒入木耳和香菇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水进去 水的量根据自己家里人吃饭的量来定 等锅里汤汁煮开后 加入豆腐和火腿肠煮两分钟左右 然后再加入金针菇进去 煮一分钟 然后加入水淀粉 再打入3个鸡蛋搅匀倒入锅里 然后关火 锅里加入盐调味 再加入胡椒粉 生抽和多一点的香醋进去 最后加入香菜末 再滴几滴香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咱们这个酸辣汤就做好了 味道酸辣爽口营养又美味 天冷喝两碗全身暖暖的 好喝又开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晚饭减肥呢就只喝住了 只喝住了 对啊 咱们下期视频 宝贝 妈妈 你要不要 呦 妈妈 你不喝这个 你那忙日亮今天凉了 一 六百六十年